遠雄自貿港區群聚再擴大 針對雅旭所在的AB兩棟 裡頭其他公司員工進行採檢 其中紅柏公司一口氣就多了 17例確診 園區確診人數再增 主要集中在家職園區 除了雅旭公司多了3人 再擴大同樣位在B棟的紅柏公司 有17人 兩棟內的其他公司也有6例 甚至是貨倉也有4人確診 整起事件從一開始的 兩位移工到吸體用餐發病 如今已累積100例 傳播速度驚人 因此前進指揮所從淘機轉移陣地 王必勝再度出任務 不管是在職場上面 在這個公共空間上面 或者是用餐 這些相關都沒有太明顯的分流 有4位其實已經在這個家職園區之外 所以我們認為他已經有這個擴大的跡象 擔憂病毒不只在家職園區 而是早已擴散各處 畢竟出入人員複雜 還擴及物流倉儲等 因此24號將針對園區其他員工 4500人全面PCR採檢 25號被列為紅區的家職園區 AB洞3000人將要二採 針對高風險的人員 再是疫情週期性的裁檢 選在禮拜一是因為 他這裡的園區禮拜一禮拜五 這個會進貨的時間 特別的繁忙 那這些相關的人員都會過來 那所以我想趁這個機會 趕快幫他們做一些篩檢 加強防疫力量 除了家職園區已全面停工 亞續同職場員工的同住家人 以及家職區其他公司的本國籍員工 一律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喊話盡量不要出門 至於自貿區其他移工 14名送往集中檢疫所 3人確診送醫 還有373人宿舍就地隔離 不能任意的移動 那盡量不要出門 那能夠的話 交通工序也不要搭乘 短短三天 光是自貿港區 本土就達到百利 整個園區範圍廣 人員多 防疫力量從淘基 拉到遠雄自貿港區 只盼盡速圍堵 推本新聞添加淨聯制 就像SNJ小組桃園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